看看新闻网 从10月25号在上海因为酒驾被交警查处之后 王志文便从大众的视线当中消失了 我们最近的王志文终于是公开露面 来到长沙参加一个高尔夫球的赛事 而前来采访的记者自然是 使劲要问一些关于酒驾的相关事宜 而当天带着妻儿一同出席的王志文 也是非常成功地用父爱转移了记者的注意力 一点专注轻松一挥 王志文顺利将球击出 没过多久连下几场的王志文来到了最后一栋 尽管当天阴雨绵绵却毫不影响王志文的发挥 妻子儿子在一旁加油助阵 更让他犹如神助 完成最后一干后 王志文兴奋地与众人握手致意 更不忘向一旁的妻儿比划胜利手势 现在我们记录的是八十六 八十六干 您觉得今天的成绩满意吗 很好 超过了自己预期的 因为今天天气不好嘛 会不会有点影响 不会 高尔夫其实就是在各种各种天气下进行的一个运动 有风格日历也会有这种西风国语都会有 是因为儿子今天在旁边住阵吗 所以发挥比较好 谢谢我的儿子 他想给你学球 当然当然 当然一定要学 尽管王志文极力想把自己的高尔夫球功夫全都传授给儿子 但小家伙却是一脸都不在意 想跟爸爸学球吗 我想 为什么 妈妈 妈妈 想超越爸爸吗 不好 不好 为什么呀 他当的好 好 我打老师 太太老师觉得妈是打的 最近她打的都挺好的 因为她比较努力 比较拽你们 那您平时会陪她一起这样吗 以前会 现在我因为打儿子 没时间了 您现在是经理都全在保二十多人 此番出席高尔夫球赛 是王志文10月25号在上海被查处酒驾后的首度公开亮相 直面媒体 关于酒驾王志文之字未提 而大家最想提问的关于酒驾的问题 最后还是被王志文挡在了嘴边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还有 还有 请问 我来回答 我不回答 我会约到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好 我不打就让 来嘛 谢谢 无独有偶 贾奶量 李小璐对于女儿的爱也是异于言表 近日更在爱女星星满月之际举办了满月宴 以粉色调为主 布满了气球 糖果 饼干的宴会现场 犹如一个浪漫的童话世界 打交卖萌 而心情极佳的张博之 当天也陪着两个爱子大玩各类游戏 新闻在线综合报道